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请翻开讲义第一页 今天是这次讲座倒数第二天 时间过得很快 明天我们会点灯 然后又要讲经 所以 我还有很多的进度要讲 然后请大家专心听 然后越是结束的时候 好像问题越来越多 所以我就尽量满大家的愿望 能答的我就尽量答 然后 有些问题 我可能会私底下给你回答 好 请看第一页 请合掌 念完三称佛菩萨以后就放掌 那摩花燕 回上菩菩薩达 莫花言回上菩菩薩达 莫花言回上菩菩薩达 莫花言回上菩菩薩 莫花言回上菩薩达 莫花言回上菩薩达 大智智慧神如海能语 一切众生众平等大悲 终以为一知同缘不久 不忠忠苦难解消 菩萨醉深深同力 伴福大地 不为难有难堪解遇到 海灵大山往前振斗 神者菩萨达明 问好月大悲观自在于 和我已为烈指 与人神的难尘 谈我闻声 主公的无端无尽 大悲门 应是法器 清静行声我知 为便便在离我 尽出于大中 为一大勇猛而观察 衬阳阶前振枪 谈言恭敬指 晨阳敬召善妙妆 演公秦指 照语 zijn胡劝眷寻 如大梵王举坊 兴彼 Chet록 van Bai 如大凡 往芳芳戌 Z!!!! echoes婆 Lord med els 어떻게 san du mai 隆培期間 避世 African Namida geen悲 Laterję演出rier 卫无论毕菩萨故事童牛 妙色荣郎入境局 聚逐广大菩提愿菩利 皆诸天真种种化满意 诸天上真净妙宝光光明精妙过 诸天为得作烟草识著远光装碧流红 明如今月论定相逢既若寻觅 端颜沉酌如初日遥袭几 调色微妙显树身相放过 明替你鹿皮坐下去能领见这声欢喜明 中中庄颜强中宝所寄 如山望瑶吹上妙荆棘 一如云不显无边色 神童三道未角落 诸珠妙眼神恒方精光不朝明 一如浪日有空皆神色尽妙若即 山友如山伯家花菊 一白银落未言 识如白龙蛙 宽缓绕身世诸珠手指 苗莲花色如上苗震 笔流离宝以为尽大自为力 领开发出国天人之所有 不放光明有热论 鲜鲜如载妙高山相系 不寻于一切与诸珠阿归不夺等 追相即是赤赤或独爱彼此 心机与众中诸珠阿归不夺等 难中故惜福所上破一切构 以我施主以为大悲心平等久彼 以我施主以为大悲心平等久彼 神作武当莲花之所持 百千妙福之所尘 尘中妙莲花所围绕 其妙神光静静色中 神一而尘就 诸天忠忠 善妙共贤公子 但人功德与尊能发清净 因素利益且有不幸 眷屈快乐共欢愿 一切妙国皆圆满 龙王主子共寄与举处主 长居妙吃大鸟王 不作善差 守住苦或有众生如大 欲或孤狼入雪山 若沙漠皆欲来吞 共不禁荒物所救火与 醉香恶本注重重而难 禅止行一年大悲尊如是一切 不悠不大是善望有多 故起故有身即不畏 有凡望法所其身重重西佛 头与皮皮诛苦闹众生 只行一年大悲尊家所解脱 故消除一切无忧 安盈乐人一大悲清静受 摄取一切无忧 奢望一切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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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尽小章 福之无忧 奢望一切无忧 福之无忧 世间熄灭 众生邪见信 苏我如来无常生 不愿众生现真的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 悲观世音菩萨那摩大悲观世音菩萨那摩阿弥陀佛 耶都大街道 多地耶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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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都大地耶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mājājālānti āmi lī då bī jālāntā jājāmi varitā tājārī shō bukā nāma mī dhābhu ye dhūtā jě du ādhī yetā mī lī då bābhu mī lī da sī tām bhābhi 阿弥陀菩提出阿弥陀菩提出阿弥陀菩提出阿弥陀佛 在静就之前 我要说明一下 因为明天我们就要点灯 是最后一天 所以明天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今天还会再教一个观想 就是观自信当中的光明 请看幻灯片 听过的人也很谦卑地专心听 没有听过的人且请用心听 我们虽然在轮回里面 但是我们的佛性 像镜子上面的灰尘一样 灰尘虽然很多 可是镜子本身是干净的 这就是讲清净光明的佛性 而在东密的体系里 请看幻灯片 是用大日如来做代表 大日如来头上也有五方佛的 这个智慧慈悲跟愿力 这是东密的造型 结碑至双运印 而我们要修学禅观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今天介绍的是大乘跟金刚乘通用的 第一个 我们的心是会一直变动的 因为无量节的轮回的习性 所以对一个学佛的人 你很想修禅修 你一下子呢 要让你的心定下来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他会有一些方法 不管南传的法师 教你安纳斑念念 注意呼吸 或是呢 注意你身体 肚子的肿胀 呼吸 这样子 肚子一起 一伏 或者教你在身上某一点的绝授 乃至于大乘 教你观佛 菩萨 莲花 乃至于水晶球 乃至金刚乘 不管是东密 藏密 教你观上师 本尊 护法 抬制于谈成 这些方法 都可以让你得到禅定 但是呢 有些方法是共通的 有些方法是比较特别的 那我公开教的呢 是教每一个人都可以修学 为什么呢 因为透过这些方法 可以让你的心定下来 请看光明想 在大乘里面 由小乘禅法 转为大乘禅法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光明 因为当你真正长期静坐 坐久了以后 你假如有 做过身体完全空过一次的经验 你就会相信 释迦摩尼佛讲的 无我是真的 是真正的真理 但是我们从父亲母亲 乃至于投胎转世到现在 我们从早一睁起来 第一个念头就要想到 我要刷牙 洗脸 工作 照顾这个 照顾那个 所以我们的念头像瀑布一样 一直流动不停 所以让你误以为有一个真正的我 所以当你听到无我的时候 你刚开始 善根深的人会接受 善根不太深厚的人会吓了一跳 那佛法怎么会讲无我呢 无我的话 那请问谁坐在这里讲经呢 谁坐在下面听经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禅宗里面也会问 请问你用什么心来听经呢 对不对 所以心的这个法门是非常微妙 广大无边 但是它有很多方法 那当你一静坐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有的身体都空的时候 连内的身体可以空 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啊 房子 金色 一切的城市啊 都可以化为空性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所以在从南传的这个不静观 而进入到大乘清静的观想 中间的桥梁叫做光明想 所以光是很重要的一种观想 那先看幻灯片 我介绍四个步骤 不过呢 时间有限 我们就练习最后一个吧 第一个 当你心虔诚合掌的时候 当你念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的时候 华言海会真的就出现了 不管你看到看不到 它的确就现全了 它的确真实发生也存在 所以第一张幻灯片是下面一个弟子 南传的一个法师跪着 然后心里念巴黎文的经典 或念佛菩萨的圣号 就是用观想 从大地当中生起了一尊佛 这尊佛的造像当然是释迦牟尼佛 当然你也可以观阿弥陀佛 要师佛或大悲观信音菩萨都可以 方法是一样的 好 那第二个 你心中透过归佛归法归一身 透过法念祭颂赞叹 就像我们刚才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你就会从心里放出像五彩彩虹的光芒 由下而往上 供养诸佛 注意听第二个阶段是由下往上 就像我们点香一样 你会看到烟由下而往上降 右上的往上旋转 这时候佛非常的欢喜 所以他会放光加持你 那在这个时候 先是观想一尊佛 然后慢慢的一尊佛 一个就变成了无量无边 所以你看旁边一圈 就变成无量的光中化佛 所以第二个阶段里面 你应该先观想 你放光 然后齐请佛菩萨加持你 然后一尊佛向右旋转 摇身一变 变成无量无边的光中化佛 任何一个佛都能够化身光中化佛 第三个 那佛呢 因为你的祈请得到了你的加持 所以佛的本质也是空性的 所以在观佛的时候 不管在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或是在任何一个场所 我教的时候有一个重点 注意听 不要观佛像是硬邦邦的 比方说像我现在供的佛像 前面是藏传佛教的佛像 释迦摩尼佛 他是用铜 然后镀金的 你不要观硬邦邦的 因为为什么呢 硬邦邦的会增长你的我值 很多人因为你观硬的 不管是玉 木雕 或是佛像是硬邦邦的 接下来呢 你就会有很多幻境 要么你就头晕了 要么呢 你就只看到颜色了 要么呢 你就看到呢 这个佛像呢 开始变大或变小 甚至呢 佛菩萨呢 撞到你的头了 为什么有这种幻境 因为你把它当真实的 佛教你的禅修 就是要断除你的执着 所以你观任何的东西 乃至你做的大宝莲花 都是透明像彩虹一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样禅观 才会跟般若波罗蜜 空性相应 我再讲一遍 所观的佛像 都是要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甚至你也可以观自己的身体 就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你能够这样观 你的我持就会比较淡 烦恼也会减轻 也会灭无量的重罪 在禅经里有写 接下来 佛呢 向右旋转 中间的释迦摩尼佛 跟右边一圈的光中化佛 全部化为空性 然后由上而往下 然后照着你 第三段 刚才第二段是由下往上提倾 第三段呢 是由上往下照的 叫加持 接下来第四 你就是佛 佛就是你 但注意听 这时候你不坐在地板上 是坐在虚空里 了解吗 完整的观想 当然它有很多步骤 是应该详细的 这个四个步骤 不过呢 我也考虑到 有些老菩萨可能观不出来 所以待会我们就直接观 第四个步骤 当我敲目鱼的时候呢 你就观想 登起来 你就坐在虚空里 你不要担心 你不会掉下来的 掉下来的话 有腹法居士会旁着你 放心 这个观想的目的是什么 是破除你对身的执着 因为我们一出生 人就是走在地上 我们要靠地心引力 靠地板生存 就是因为这样 深深自至的执着习性 让你误以为身体是真的 身体实时上 是暂时借你用而已 对不对 大家都听过 楞严经七处真心 心在哪 请问 身也是假的 心找不到 身只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所以你习惯就感觉 当老菩萨你觉得脚 哎呦好痛好痛 你越想就越痛 当然师父不会说 你一想就不痛 我没有这样讲 但是你若是不要执着的话 你专注在呼吸或念佛的时候 你会觉得痛的感觉 可以降低的 了解吗 可见心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待会大家静坐 就我敲目语 严格说你能够按照 这四个步骤观想 有很好处 因为它有一变成多 多变成一 其实这里面也有华言的观法 一尊释迦摩尼佛 变无量无边的佛 就是华言经的一多的观法 但是没关系 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就观第四个 你观想你自己 不是你现在的肉体 就是你有佛性 就像光明一样显现 坐在虚空 你就是佛 佛就是你 但是我要提醒你 这个只是观想的方法而已 它重点在转化你内心 无始来出众的身口意 但是待会影情一敲 开始听经的时候 对不起你还不是佛 因为你还没有佛的 这样的功德力 所以你不要回到家里 说个笑话 以前有人听过我这样子教 教完以后 释迦摩尼佛 回到家里 晚上听经完回 打电话 人家打来 一接电话 请问你是谁 我是阿弥陀佛 还没那么快 你有自信弥陀的功德 可是你现在烦恼还没断尽 你的功德还没有圆满 所以你还不是阿弥陀佛 将来你会是阿弥陀佛 所以不要急 好吧 好 请静坐 背挺直 身体放松 眼睛不要闭 好 静坐几分钟 观想你坐在虚空当中 像一个金色的光芒 你就坐在那边 大宝莲花在虚空里 心如是安住 若跑掉的话 就再回来看一下 换灯片 然后再静坐一下 观想你的身体 像透明 像彩虹一般 没有实体 不是真实的 这个很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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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这里我先回答有个问题 有一个脸有问 师父你教我们静坐与观想 眼睛不要全闭 除了怕睡觉的话 室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眼睛全闭比较容易观 是否可以 答案不可以 原因是我从南传 北传跟藏传所有的禅经里 从来没有教人眼睛是闭着的 有在金刚城某一个特殊的教法 他有教你眼睛闭着 但是那是特别的修法 为什么眼睛不要闭呢 注意听 不要顺着你轮回的习性 因为你闭的时候 跟黑暗是相应的 你闭的时候 眼睛是会跟昏尘相应 因为跟黑暗相应 你就会产生幻境 看到光啊 看到颜色啊 看你觉得 现在呢 师父的前面的观世音菩萨 越变越大 哎呦观世音菩萨 跟我说话了 那都是幻境 从哪里来 从黑暗跟不清楚而来 小指观里面讲 修禅坐是明静而住 心是明明白白 很宁静而安住的 所以不要顺着你的习性 我们轮回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习性 第一个 每天要睡觉 这就是一个习性 每天要吃饭 也是一个习性 当然我们还没有出六道轮回 我们要适度的睡觉 跟适度的吃饭 可是你若吃太多了呢 哎 你就很贪 睡太多了呢 你心就很放逸 所以做的时候 请不要闭眼睛 闭一半就可以 你看菩萨的眼睛 都是眼观鼻 鼻观心的 所以希望你 先练习 不要觉得说 我闭得比较容易 关起来 错 那是顺着你轮回的习性 要出轮回 有时候你就要勇气 去改掉你轮回不好的习性 所以 请你不要闭眼睛 好 请开灯 先继续讲经 请看经文 请各位看 请打开金本 第三十二页 请专心听 今天我会讲快一点 我突然觉得我心脏又不太好了 因为明天就要圆满了 没关系 我尽量讲 注意听 我还是很用心的准备 请看 三十二页 第二十五行 丁四 神通化线 请看经文 分三 物一 身无障碍 释迦摩尼佛 告诉除盖障 菩萨摩赫萨 善男子 由是转轮圣王 入天摩尼宝园 如是善男子 圣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当他进入阿比地狱的时候 他的身不能有任何的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进入地狱 就出不来 是他的业 可是观世音菩萨 有他的大悲怨心的功德力 愿力 所以他进入地狱的时候 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地狱里面的火 或者刀山 剑树跟油锅 是不会伤害到他的 第二请看 物二 火化清凉 使阿比地狱 一切的苦惧 这个苦惧 就是由众生业 所显现的 没有办法伤害 或逼迫到菩萨的身体 为什么呢 在这个大猛火 地狱 一刹那之间 火就被消灭 而成为清凉质 好 那为什么会消灭呢 我后面会讲理由 让我讲到 第三十三页中间的经文的时候 我会做一个总结 现在我先按照经文讲 不然跳来跳去呢 你会觉得很乱 好 所以这个地狱 它可以一刹那之间 火化为清凉 昨天说过 有果报火 罪业火 跟烦恼火 那这个地狱 恶鬼的畜生 它是因为它造的罪业 而产生果报 所以呢 它这个地狱 有很多的猛火 刀山 剑树跟油锅 这个呢 是众生自己的夜显现的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让它停止 而且当夜风一吹的时候呢 这个火呢 又继续烧了起来 所以百千万一节呢 都在这里烧 好 在这里 因为呢 丁寺讲神通化现 我要讲观世音菩萨的 神通功德力 神是指神奇莫测 通是指通达无碍 真正实界 而且修禅定的人呢 是的确会有神通的 神通也有分好多种 第一种是自己修 戒定会而得来的 像观世音菩萨 圣人的神通 是这一种 第二种呢 是从幽冥界众生 附在你身上 你也会有神通 但是幽冥界众生 一走了以后呢 你身体会非常的虚弱 然后呢 神通就没有了 这是鬼神附身 第三种是念咒 特别的咒术里面呢 有些咒会让你产生 强大的神通力 但是你要很小心 小心你的念头 你不可以去伤害众生 否则果报也是不太好的 所以神通是释迦牟尼佛 在阿含经大乘经论 佛督外道众生的时候 常常会献神通 但是佛本身是圣者 无我 所以他可以献 但是佛呢 对于比丘跟比丘尼呢 还有在家的受戒弟子呢 是严格禁止献神通的 为什么 因为神通会让正法 跟外道混淆不清 举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的正法 相法 末法 加起来 假如可以度 一万多年的众生的话 因为佛弟子 都不修政治正见 只喜欢搞神通 那正法呢 会啊 教法 法运呢 会缩短为一半 然后就灭亡了 所以 佛是不准献神通的 但是 你从这部经理会看到 欢世音菩萨 随时都在献神通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这是普门品的祭送 相信大家都很熟 为什么 因为观世音菩萨 是一个正物的圣人 他心中无我 他不会说 你对我拜的好一点 今天拿的水果 刚好呢 天气很热 是喜欢吃的 他放光就放强一点给你 今天你带的榴莲 有点味道臭臭的 观世音菩萨 就不加持你 不会 观世音菩萨 没有这种分别的念头 他就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 以你的虔诚恭敬而显现 所以神通 是的确是存在的 我讲一个故事 给各位听 在普门品 感应录里面 有写说 东晋的时候 有一位叫开达法师 开车的达开 通达的达 有一天 有一天到深山里面 去采干草的草药 因为他自己呢 懂草药 他想要熬一个汤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 舒服一点 所以他去炒干草的药 这时候 东晋的时候 刚好遇到呢 那个地区是饥荒 大家吃饭都有困难 所以在他炒药的时候 常常遇到盗匪 或是土匪或强盗 当时有一个叫江人 江就是中国 这个少数民族之一 我们中国是 汉满门回藏苗窑 这个八族结合 事实上 中国还有不同的 边疆地区的民族 有一个江族 那这个江族 有一个习性呢 是做什么呢 每天要吃人肉的 所以呢 很不幸的 这个开达法师啊 就被抓去了 关在一个木造的栏杆里 围下来 而且这里面呢 已经有十几个人 都被关在这里 旁边有很多江人呢 拿着武器啊 刀剑啊 看守着 谁若要跑的话 一刀就把他给宰了 他们就像我们人一样 杀猪杀牛杀羊一样宰了 所以江人呢 把我们汉人抓去 就一天杀一个来吃 那最后很不幸的呢 这个牢房里面呢 一个一个都被宰了 只剩下两三个 最后有一天呢 就轮到了开达法师了 那开达法师是一个出家人 可是呢 他很有善根 他能够背 普门品 当时叫观世音经 也叫普门品 他整部普门品呢 他都能背 他想 这下完了 不管活成活不成 我赶快念观世音菩萨 他就开始背 妙法莲花经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尔时无尽义菩萨 就这样一直背背背背背 好 他半夜就开始背背背背 快要天亮的时候 他背了很多次 这时候呢 太阳出来的时候 他想反正要轮到我 我要死 那就没办法 他就念完了之后 一心念观音菩萨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直念一直念 愣舍念 在念的那一刹那之间呢 本来早上呢 快要到中午的时候 他们本来是要把 开达法师给抓出去 这时候啊 突然呢 江人呢 大尖叫一声 山中来了一只大的老虎 比平常看的老虎呢 还大两倍 哇 这时候呢 江人是很害怕的 为什么 因为老虎想吃人啊 对不对 他就小吼的一声呢 这个江人就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平常他想吃人 现在他知道 糟糕老虎来会吃我了 所以所有的江人呢 都跑光了 因为人 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逃光了 这时候开达法师一看 糟糕了 江人呢 跑掉 我活过 老虎来了 他想今天我还是逃不过 继续念观世音菩萨 结果没想到 这只老虎走过来走过来 到了他栏杆呢 就大咬一口 咬什么呢 咬那个栏杆 咬了好几下 就咬出了一个洞 他就走了 但他就觉得 哎 很奇怪 这个老虎怎么没吃我呢 趁这时候江人不在呢 他就敢管他的 先跑出来 他就继续跑 然后继续念观世音菩萨 就跑回庙里了 后来回到庙里 他喘一口气 想 那个老虎为什么没有吃我 哎呀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那时候才觉醒到 所以普门品说 应以和声得度者 即现和声而未说法 所以观世音菩萨救你 他不一定呢 献国王身 也不一定献比丘比丘尼身 有时候呢 他也会献你 不能接受的身 像这个故事里面 开达法师 是真正写在感应录上面写的 那他呢 就遇到观世音菩萨 是念献老虎身 老虎身从哪来呢 从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一念心理变见出来的 我想在新加坡 不太容易碰到老虎来救你吧 要老虎出来的话 我想新加坡的警察 已经出动了 送到动物园 对不对 可是这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我要说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互念一切众生 他是大慈大悲的 重要是你要 一心称念 观音的圣号 或是咒语 好 再看下面 这里有一个脸友 就问了一个问题 好 我想把幻灯片打出来 其实我在其他的经论里面 有讲到 但是我还是很有耐性 谢谢你问 师父就回答 好 这里就讲到感应 他说师父 请问 什么叫做感应 如何修行才有感应 修行的途中 一定要有感应吗 注意听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好 我现在引 请看幻灯片 我引印光大师文超的回答 感应 感跟应是真正存在的 因为有真正存在 所以你才会相信佛法 那当然也不是说 没有感应 就是表示你没有修行 这要分层次说 在没有回答之前 我先说 昨天有一个脸友来 他跟我说 他可以跟观世音菩萨沟通的 那我就反问他一句话 你能跟观世音菩萨沟通 那你干嘛来找我啊 你直接问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他就不讲话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些感应 若你没有学习佛法 没有经论根据 你是不太容易判断 真跟假的 就算你现在念佛定中 见到的现象 其实你没有师父教 或没有经论根据 你也不知道它是真跟假 就像梦 从圣异地的角度来讲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那可是 刚才我主的开达法师呢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呢 答案是存在的 发生过 所以他被救了 那在这样 尤其是在修官民法门 或是地藏法门当中 感应是特别多 为什么 这是来自于 诸佛的大悲怨心 那修行要怎么样有感应呢 都有很多的条件 第一个要一心称念 真的要完全的虔诚与恭敬 恭敬 纯敬到你的心 完全没有杂念 它才会产生力量 就像你生病的时候呢 你拿个像来拜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保佑 看右边 看左边 也不知道观音菩萨 真的有听到 没听到 这样是不会有感应的 因为你的心本身就是乱的 你的心就不是呢 虔诚专注的 所以第一个从弟子的角度来讲 你要有虔诚恭敬 第二你一定有法的功德力 你一定是在定中或念佛 或念咒中会见到佛菩萨 当然也有特例 待会我会解释 不会糊里糊涂的三五五十呢 哎呀 我今天就看到观音菩萨 明天看到地藏王菩萨了 后天呢 这个药师佛来指点你 我告诉你 老实告诉各位 这些都是幻境 佛菩萨很忙了 他不做这种事 他真的要来帮你 也不会用这种方法 对不起 因为我突然想到 有一个脸友 问我当机的事 待会我再讲 好 所以你要先判断 感应是有真跟假的 他一定要有三个力量 我现在就讲 本来我是要后面讲的 好 没关系 师父会很有耐性地 跟各位讲 请看这个 我本来是要到 三十三页中文讲完 告一个段落 好 我先讲 各位可以抄 第一个 这是出自于波州三魅精 定中见佛 要有这三个力量 第一 佛力 第二 法力 第三 自力 这很重要 请你抄下来 你可以抄关键字就可以 其他你专心听 佛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诸佛菩萨放光加持你 他的确有佛力加持 你看大悲观世音菩萨 发十二大愿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 药师佛发十二大愿 诸佛菩萨因为他的愿力 而产生力量 他的确有力量 临终莲花化身愿 药师佛 有求必应 你一切的病痛 身心的痛苦 都可以满你的愿 乃至于呢 药师法门 为什么弘一大师 会特别弘扬 注意听 尤其是出家众 或在家居士 你受了戒 破了戒 你可以念药师咒 让你的戒体清净 尤其是你的眷属 走入邪门外道 你拜药师佛 他会进入正道 为什么 那就是佛力加持 所以佛力是真正有存在的 第二个法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就是你的心 一定是在意念经典 佛号跟咒语 要专心的念 所以有人会在定中 念大悲神咒的时候 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个就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是很清净的 你不是散乱心 注意听 散乱心有点像什么 做一个例子 像喝酒 酒醉一样 酒醉茫茫 哎呀 对不对 我不知道呢 天空来做美 其实天空根本没来嘛 你喝酒的时候 你的念头是散乱的 你糊里糊涂 所以你看到的境界 也是混乱的 可是真正呢 定中见佛 或梦中见佛的时候呢 它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第三 要有自立 要有自立 the power of your yourself yourself 其实这里讲 your practice 你自己的虔诚心 恭敬心 忏悔心 跟惭愧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心 是跟你的佛性相应的 你绝对不会是 以染污心 贪嗔这些心 可以见到佛菩萨的 所以这三个力量 都很重要 请你抄下来 也希望这次part two 希望你记得多一点 全部都忘光了 请你背起来 这三个 很重要很重要 有些经典 专门讲佛力的功德很大 比方说 大方广佛华严经 法华经 般若经 都在讲佛 菩萨多么殊胜 多么殊胜 的确 但是你还是要 靠自己念法华经 你才会有那些力量 第二个 有些讲法力 尤其是 摩合般若波罗蜜经 尤其有些呢 没有正知正见的 这个佛弟子 就很喜欢念咒 为什么 看到这个咒 哇 可以降魔 愣言神咒 大地六变震 那我就来念念看吧 看看大地会不会摇动 真正大力摇动的时候 你脚就摔下来了 真正讲 大地六变震动 是什么呢 是指众生的心 震动他的心 震动不是你理解的 地震 假如你一念经 就地震的话 谁敢念啊 所以你理解的是 表面的意思 了解吗 大地六变震动 是指 佛菩萨放光 大悲神咒 或是 大佛顶 手楞严咒的 功德力 震动你的身心 改变你的业力 这个是法力 第三个 要有自己 虔诚的功德力 所以这三个 三足鼎力 缺一不可 第二类 摩合波尔波罗蜜经 就讲法 很重要 见波尔波罗蜜 就是见佛 这里是指见 法身佛 可是有时候 我们在感应路 或你生活 修行经验里面 也会真正看到 佛菩萨放光 那你要去判断 真跟假 最后 你自己一定要 很虔诚 精进的用功 在心 清静的时候 专一的时候 你才会见到 佛菩萨的 所以这三个力量 都很重要 再跳回来讲 感应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不起 似乎要耽误一些时间 否则我觉得 很多人有很想去问 但是无法判断 这是真跟假 请看 印光大师讲的 感跟应 感是从我们众生而说 我求观世音菩萨 应是从佛菩萨 圣者的角度来讲 什么叫显感呢 显就是很明显 明印呢 就是明明之中 举一个例子好了 你现在不小心 得了癌症了 然后呢 你很难过 你真的很认真的 开始念 大悲神咒 跟六支大明咒 你真的很虔诚 每天都求 求观世音菩萨 你真的让我病好起来 我要利益众生 结果呢 可能有几种状况 一个是没有状况 你就会觉得 没有感应 其实观世音菩萨 有保佑你 你不知道而已 这叫明印 第二种呢 你的业 若是比较轻 然后你立刻就会 有改变 比如说 在梦中的时候 你就见到 白衣大士 亲自为你撒干露 或者梦到 观世音菩萨 亲自呢 拿药丸给你吃 这是真的 那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那有时候呢 你要求了很久了以后 他才会有改变 那要看你 叶的长跟短 所以你很虔诚的求 可是呢 你没有特殊的感觉 冥冥之中保佑你 这叫做 显感明印 第二个 叫 敏感显印 冥冥之中 就是你是 做佛弟子 你就每天 好好的诵经 修持 工作 帮助众生 参加佛堂的义工 你就是呢 心很真诚的去做 你没有特别的祈求 可是呢 有一天 突然你发生车祸了 然后在高速公渡的时候呢 你呢 很尖叫了一声 你能够念出佛号就很好 没有念出佛号 你突然看到 大杯观世音菩萨现前了 救了你 你只是车子擦伤而已 然后呢 你命活了 这叫敏感显印 就是呢 观世音菩萨显现得 非常的清楚 跟明显 可是你没有特别的祈求 你每天就是如理如法的 做佛弟子 很多莲友也是这样 第三种叫 显感显印 就是你祈求的 非常非常的虔诚 结果呢 真的也出现了 举一个例子 就真实发生在 我一个学生的例子 我要来之前呢 我有一个德国的莲友 他本来是一贯道的 点传师 后来因为姻缘呢 他也觉悟了 皈依三宝 那听上网 听到我的MP3 然后呢 就从德国坐飞机回来 见过我一次 我很多法师 都不愿意帮他皈依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贯道的点传师 可是他也听了师父的MP3 他也知道 我的爸爸曾经是 一贯道点传师 我爸爸现在还是 然后呢 他就真的求我 那我跟他谈了几天 等他要回德国之前呢 我真的为他皈依了 而且叫他忏悔 很认真的念 观世音菩萨 也念 普千行愿品 做了很多的功课 他真的很精进哦 非常非常的精进 因为呢 他空过了三四十年 最后才遇到正法 那这次他回国之前呢 很不幸 他突然写了一个紧急email给我 他妈妈 台湾的妈妈 他得了癌症了 得到重病 他问我怎么办 那时候我已经半夜了 我还在打email给他 我赶快讲重点 我甚至说你有问题 你就打国际电话给我 所以我公开回答 很多人都会问我 师父我们家人遇到怎么办 听好 我公开回答 念普贤行愿品 你平常修的法门 你都没有信心啊 你平常对你自己修的法门 要有信心啊 不要一直换一直换 东听西说东拉西扯的 我叫他念普贤行愿品 念大悲神咒 然后念六字大明咒 后来呢 他的的确确就念 在念之前呢 他还有一个佛学班 听我在宽济念佛堂 讲的四十八大院 在德国呢 有十几位的灵友真的听 那他当然很难过 可是呢 他照一样就在前面念 普贤行愿品祭受 然后呢 念佛菩萨名号 然后听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 然后就研讨 结果在念佛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闻到了谭香味 师父不打妄语 师父也不是要炫耀说 我很好 不 我要讲的是 佛法讲的是真的 只是你 信心还不够 结果呢 他就继续念 然后在开始呢 就坐飞机回来 回来的时候 当然他一赶回去 校感呢 非常孝顺 他就赶回南部 先去见他妈妈 结果呢 他妈妈就跟他讲 女儿啊 你在还没有回来之前 他们通过电话 他妈妈呢 也拜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妈妈 虽然是一贯道 但是从小呢 布施了很多米 救了很多贫穷的人 虽然他妈妈 没有受很高的教育 但他对观音菩萨 非常有虔诚的心 而且我在email 还叮嚀他 不要改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 才跟你妈妈契机 不要乱乱改 他就叫他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结果在他坐飞机 还没有回到家之前 你知道他妈妈做梦吗 梦到观世音菩萨 带着宝观 亲自拿了药丸给他吃 然后他 赶快因没有打电话给我 他说师父 佛法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叫做 显感也显硬 这是真的发生的 但注意听 不是说 没有发生这些感应 就代表你修得不好 待会我会讲 你修得不错 因为你是乖宝宝 你说顽皮的小孩的话 观音菩萨才是很头痛的 等一下我会解释 所以他真的是这样 然后他就问我 师父怎么办 当然我就告诉他 要注意临终的事 答案我就跟他说 你妈妈不会死的 夜会继续延长 寿命呢 但一个重点 妈妈老很苦啊 每一个人都贪生怕死 他也希望妈妈活下来 我就问他 再活给你十年 二十年 他妈妈已经八十几岁 再活十年又怎么样呢 重点是你活下来的生命 要有意义 真正的继续修持 跟帮助众生 所以我也给他很多 开示跟鼓励 最好他去见了妈妈以后 他也到台北来见我 所以这个就叫做 显感也显硬 你很真心真心的求 然后呢 真的有很明显的感应的 他们呢 德国的莲友 全部呢 真的闻到了谈香味 所以什么 是真诚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妈妈梦到 观世音菩萨 送药丸来给他吃 所以这就是 佛力加持 但是你也要 自己的虔诚心 还要有修持的法力 而且你的 这个三个力量呢 加起来 能够转动你的业力 你就会见到佛菩萨 而一般人众生 所造的业 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不太容易 见到佛菩萨 看到第四类 敏感 敏印 就是在座 很多的莲友 我们都是这样啊 你说我们看 读华严经 法华经 般若经 百良皇宝餐 金刚宝餐 大悲餐 都有很多天龙八部啊 念一佛 一记 一菩萨明 你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 因为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你就每天 如理如法的修持啊 你今天还能够健康 长寿 一切顺利 天下灾难那么多 你还能够健康的活着 这个就是 佛菩萨明明中的保佑你啊 若没有保佑你 有些人业力很重的话 你早就不在人间了 你早就呢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啊 很多很多的障碍 所以 敏感 敏印 也是一种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 来 请问你是爸爸妈妈 你现在有两个小孩 一个很聪明 一个很笨 笨的呢 常常的troublemaker 造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请问 你作为妈妈或爸爸的 两个孩子 你疼不疼啊 都一样 平等心疼 所以佛经理也曾经批语 当佛讲感应的故事 或神通的时候 那又有圣弟子站起来 就说 佛陀 请问没有感应 就代表修情不好吗 不会 他说 如理如法修持 叫敏感敏印 佛就举了这个例子 妈妈有两个孩子 一个让他很操心 一个很乖巧 请问 妈妈两个都爱 但是妈妈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哪里呢 聪明的 或是呢 比较愚笨的呢 各位回答我 你们都睡着了 愚笨的呢 troublemaker 是不是会照顾第二个呢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需要 比较需要妈妈的关心跟关爱 所以佛菩萨要给他信心 鼓励跟力量 就像刚才我那学生 对不对 他是从一贯道转为佛教徒 他也必须放弃很多 做很大的挣扎跟舍弃 为什么 因为佛菩萨要给他信心跟力量 所以有感应的人 也不要太骄傲 是你是troublemaker 所以佛菩萨才要帮你 那没有感应的人 你每天如理如法 你也不要难过 奇怪 我这么虔诚 做了这么多义工 救了这么多人 布施这么多 怎么奇怪 佛菩萨也没有给我看一下 对不对 不要这样分别 你要有信心 要有 那信心从哪里来 从两类来 注意听 一 从你研究经论来 你必须知道道理 第二 你真正的修持 如人饮水 能暖自知 你知道 你今天会选择佛法 成为你修持的方向